回到东森晚间新闻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周围好像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好像变多了 您的感觉没有错 因为本土的疫情又升温了 今天所公布的确诊人数 本土就新增了46,795例 不但是将近三个月来的新高 而且最高的地方就是在新北市跟台中市 其中17个死亡个案当中 有三个人是接种过4剂疫苗的 所以显然这一波BA.5的病毒来势汹汹 重复感染的人数也相当多 目前已经有14,000多人了 而且只会荣心研判 现在46,000可能还不是高峰 就是因为前几天廉价会有地研确诊 很多人可能没有通报 而且也没有去看医生 那接下来数字才会渐渐的反映出来 要去烤肉 结果路上骑车竟然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后面的轿车一直在狂按喇叭还逼车 这个骑士当场就跟驾驶理论了 他说路上又没有写着进行机车四个字 所以他的车子骑在轿车前面没有违规 但是对方认为骑车就应该要靠路边骑 而且还放话说要嘛来比拳头 骑车开车山区的交通多多少少 因为天后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告诉你排铁影响的才大呢 这是平溪线 凌晨四点多 凌脚到平溪站之间 就是因为有土石掉落 砸中列车所以故障停驶 好不容易早上的九点五十分恢复了通车 没有想到中午又来了 因为就在十多公尺外的凌脚到旺谷站之间 又有列车撞上了落石停驶 所以只好紧急的把平溪线预警性封闭 台风夜市林出现了一名连续偷窃犯 他骑着偷来的机车搜刮五家店 包括了餐酒馆养生馆 而且连服饰店都没有放过 不过警方循现追查才发现这名嫌犯是灌窃 他偷窃的足迹早就骗及大达台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将展开疫情之后的首度出访 预计15号在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 将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 不过这场习普会时机还蛮尴尬的 因为最近俄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声望直直落 所以中方也刻意的淡化习普会 不过在台湾这边的政治战情部分 今天大家最夯的话题都在卤肉饭上面 因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昨天晚上po了一篇卤肉饭的文章 但是他告诉大家他吃卤肉饭却被发现奇怪 那你有去吃的话 为什么卤肉饭这一张照片不用自己拍的呢 这张照片是另外一个部落客所拍的 那现在小编解释说他们是误用 但是舆论还是延烧 像是对手蒋万安就说 吃卤肉饭应该很开心 为什么要造假 那么黄珊珊也说小事都做不好 将来要怎么管市政府 不过陈时中也强调物质就是不对 会用开放出国来救选情吗 因为在日本大家最期待的一个部分 六月份已经开放团课入境了 现在甚至传出 十月有机会开放自由行的旅客 那台湾人也可以申请电子签 不过旅行社告诉我们 他们不只听说开放自由行 可能也会放宽入境总量的管制 甚至为了要游日本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跟旅行社都在布局 但他们也预估 现在你一开始就想要出国 行程费用可能会比以前多了百分之五十 来看看三峡发生的惊险车祸 一辆箱形车失控撞到了旗楼里头 不但撞断了广告灯柱还差一点冲进店内 所以旗楼的货架全部都被撞坏了 到处都是货品四散 那刚好老板去上厕所 所以惊险闪过 但是停在路旁的十几辆汽机车难以幸免 这个店里面的东西也都被破坏了 原来是夹娃娃机店主 他透过了远端的监视器发现 这窃贼正在破坏对壁机 所以他赶快跑到现场去 那嫌犯手上有很多的工具跟凶器 就失控朝他攻击 就连他偷来这两千多门的十块钱硬币 他把贓款直接朝着店主丢了过去 当作武器 你就是火锅的时候会注意 这个你没有吃完的菜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民众就注意到了 他说他结账之后还特别拍了店员收桌的画面 甚至还怀疑店家是不是把他没有吃完的菜 收进厨房回收再利用了呢 不过店家也做了解释 说收桌子的时候菜盘没有倒进桶子 是因为桶子满了 才会把菜盘端进厨房否认剩菜回收 如果去新竹的尖石玩 你要觅食呢 很多人都是来到内湾 但是呢 现在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尖石箱不但停电 而且呢 路也不太通 好多的游客都取消行程 连带的 连这个内湾的人潮也跟着减少 不只是周边最夯的赛车场 直接关门休息 老街也只剩下零星的店家 民宿业者告诉我们光是预定的部分已经取消九成 不过现在出游的人潮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可能是因为疫情再度升温了 而且呢你不要以为你染疫过就不会再感染 因为呢重复感染的人数明显变多 但是怎么样叫做重复染疫呢 这个判断的方式似乎有点扰民 因为呢如果不算染疫的话 那你要不要去上班呢 会不会传染给别人呢 这个民众就说 他在六月的时候就曾经快筛阳确诊了 但没有想到八月二十二号 再度的快筛阳性 因为呢他是三个月之内诊所告诉他无法通报 卫生局也说这样是不算确诊 这个民众就担心他如果真的去上班的话 不就传染给同事了吗 所以最后呢只好到大医院来做PCR 阳性他才终于拿到了居家隔离单 这个过程真的是一波三折 但事实上呢中央的规定是 确诊之后三个月之内你有快筛阳性 或是新的症状恶化的话 其实呢是可以来做认定的 不过呢就是因为类似的状况越来越多 认定的标准有模糊空间 你可能要小心现在认定的确诊数 昨天晚上试车竟然出现了这样子的意外 地点呢是在桃园巴德 有一间车行的老板呢 昨天晚上八点半载着一对夫妻试车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明原因突然车子往右偏 当时呢刹车灯还闪了一下 结果呢就直接撞上了路数 这巨大的撞击声连对象的驾驶都吓坏了 车上有三个人一度受困在车子里头 好不容易三个人都救了出来 但是呢车行的老板还有呢 这个试驾的31岁男子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不治 那么至于另外一位乘客呢 是这个试驾男子的妻子 现在也是命违 这对夫妻呢试驾BMW没有想到呢 竟然撞树结果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警方也发现当时仪表板就停在140 可能真的是为了测试车子的性能 所以呢才会开得这么快 酿成了车祸 不过呢试驾的夫妻本来就是要规划买代步车 而这辆BMW的马力呢可以高达500多 那么所以呢也有汽车的达人说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可能会出意外 那更何况你开的是二手车 你在试驾的时候呢通常是没有保险 也没有任何切结书只有口头的约束 所以就算出了意外 其实也没有办法跟车商求偿 如果你开的是电动车 在卖场你看到这样子的充电窗 通常都会优先希望可以停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超级充电窗 那它的充电速度非常快 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把你所有的电 通通充爆 所以呢有车主就为了抢这样的超级充电桩 结果呢就吵了起来 这两名台中的车主就在卖场的停车场里面 辱骂一些不雅的字眼 甚至还人声攻击 这女车主呢就骂说 你家住在七旗 难道是你买的吗 这房子我买了一千多万 你有我的本事吗 那男车主呢可能觉得 女车主讲话有一些口音 他就说要不要讲台语啊 敢不敢讲习近平的坏话啊 两个人连猪炮对骂 整整四分多钟 旁边的民众都拍下来 其实呢特斯拉跟很多的车子一样 你如果是下雨天 在路上遇到了一滩水 其实呢难免会有打水漂的现象 这一台特斯拉就是因为失控打滑 转了好几圈 结果呢就直接在国道上面撞上了护栏 但是呢车主事后呢也告诉大家 他当时的动作呢 是是像跟一般的油车一样 就是呢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要放掉油门紧抓方向盘 但是呢也有车主说电动车好像不能够紧抓方向盘耶 因为呢他们有动能回充的这个问题 因为呢电动车如果你把油门放掉的话 就等于是快速刹车 那就会变成打滑更加的严重了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安全驾驶教练告诉我们 如果是特斯拉的话 那电脑会开启防滑模式 油门会失去作用 所以其实是不能够紧抓方向盘的 来看看到底该怎么做 大家都知道车子的板金很怕这个消防泡泡 但是呢这泡泡怎么跑到了路上来 因为它不是消防泡泡 它是洗法精的泡泡 怎么那么夸张呢 这地点就在板桥的新板特区 人孔盖呢都在喷泡泡了 还蔓延到马路上面 其实不是只有马路 连旁边大楼的厕所 也都倒灌泡泡 里面呢不管是洗手台还是马桶呢 通通都在冒泡泡 而且呢是非常绵密的这种 那么大楼的管委会说 因为楼上呢有一间洗法精公司 常常会把过期的洗法精 倒到水管里面 附近的店家苦不堪言 说常常预线的这种泡沫涌泉 有的时候呢是直接冒到了八层楼高 大家都在冒泡泡 那现在呢环保局也说会主动派员击查 属时就会开法 墨西哥知名的毒王怎么会把手伸到台湾来呢 还好这一次呢台美合作终于破获了 斩断了这个泡毒王 因为呢这一次是美方提供的情资 他们发现的就是这一位墨西哥的大毒枭 他是古兹墨底下的一个成员 他跟两名台湾的嫌犯来合作 而这个嫌犯呢其中还曾经在中红钢铁来工作 他们呢就是把台湾当作跳板建立一个运毒的工作链 他们先向中国买毒品的原料 然后呢再到墨西哥制毒之后 卖到美国 那台湾呢就等于是他们运毒的跳板 所以呢美方查扣到了230公斤的类鸦片 他叫做芬坦尼 他非常的毒 大概是海洛因60倍的毒性 一点点就会致命 还好现在检方也起诉了两名台湾籍的成员 好这一次是台美联手来打击毒贩 原来也破获了墨西哥的毒销 他们绕到台湾向中国购毒在销往美国 这个贩毒集团的老大呢赫赫有名 也许你在某些影集曾经听过他的名字 他是墨西哥头号毒销古兹曼 而且他的企业版图已经超过50个国家 势力范围大到可以协助他二度逃狱 虽然说呢古兹曼2017年被引渡到美国 还被判终身监禁 但是呢他的犯罪集团影响力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遍布全世界 穿着比基尼来玩水上活动 其实是没有什么保护力的 如果呢有高压的水柱 刚好呢碰上了你的臀部 那可能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一次呢是一个18岁的女游客 玩水上摩托车 她是上个月到墾丁南湾来玩的 那玩着玩着就是像这样子 不小心从后面跌了下去 刚好他所跌的位置呢 就是水上摩托车往后喷的这个高压水柱 就这么巧 女子立刻臀部大量的失血 抢救捡回一命 但是呢必须要装上人工肛门 而这个教练呢也因为他的执照预期没有更换 被认定等于是没有执照 所以被罚了五万块 这车牌可能比很多人的机车都贵要很多很多吧 这是嘉义监理所他们所公开标售的机车车牌 就是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两面车牌 你很难想象哦 竟然是分别以30万的惊人高价标准 30万的车牌耶 应该比大部分的人机车还要贵吧 那么专门卖高价精品机车的业者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呢是方便顾客帮忙代标下特殊的车牌 那么车牌就可以跟机车一起卖 这样顾客出手就更大方了 林斗六市的居民就指控 旁边新建案在施工 害他们的房子墙面跟瓷砖都均裂了 所以外面下大雨 房屋里面下小雨还破坏了他们的排水 但是营造公司表示 并没有危及公共安全 不过接下来如果你要买新房子 想要贷款的话 会发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 因为呢目前公布最新的六都房贷状况 那么六都跟新竹 县市很明显的利率全面上扬 包括了一些房市的热区 像是台中 高雄 新竹 大概都已经突破了1.7%的大关 也就是说这些区域的房贷族 负担加重最多 但是还没完 因为接下来9月底 台湾央行可能又要升息了 所以我们付的房贷可能又要增加 最近消息共机再度侵扰我国的防空识别区 国防部报告总共有三架次 其中有两架次的歼10跨越海峡中线 另外还有四艘共舰持续在周边活动 现在也在全程的严密监控当中 不过呢中共的无人机也非常嚣张的在侵扰金门 他们还用空拍回来的资讯 对诗语来进行3D建模 不管是地形还是建筑物都一览无遗 专家认为这样的3D模组 可以让共军进行电脑模拟 甚至找出国军的防卫漏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的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